大家好,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7月1号讲话里面提到要统一台湾 台湾的外交部长吴钊燮在2号的时候接受法国解放报的专访 也提到了中国统一台湾这件事 那么习近平在讲话里面提到解决台湾问题组统一 而且要粉碎台独 吴钊燮表示台湾和中国之间已经形成了系统性的根本差异 台湾是民主政体,中国则是专制国家 我们政府仅需遵守多数民意 中国却非如此 他不仅要强加欲望在自己人民身上 还想强迫台湾、香港与他人 吴钊燮强调台湾是自由开放的国家 台湾的未来只能由人民决定 没错,台湾无疑处于前线 观察现今国际战略局势 以中国为中心的权威主义正在扩张 例如南海冲突以及日本的紧张关系 吴钊燮表示 中国在南海的扩张让整个区域陷入紧张 同时也长期在台湾周边进行军演 此外,中国对台湾展开资讯战 目的就是要在我们的境内之道混乱 分化并渗透 吴钊燮也举例印度与中国尚未解决的边境冲突 以及中国在非洲的影响力为例 说明中国的野心 吴钊燮说 由此可见,中国希望加强命令于世界各地 而民主国家如法国、德国、英国、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日本等国 都日益看清并团结合作 建立印太战略 传达台湾海峡和平稳定至关重要的立场 就香港近期的情势 吴钊燮表示 香港过去曾是东亚最自由的社会 但言论、新闻、学术、自由在一年内化无有 言论自由的最后一个象征 《苹果日报》也被迫关闭 这是悲伤的历史 可见中国一国两制的承诺就是谎言 对于台湾与中国是否能展开对谈的问题 吴钊燮重申 对话会比对峙更好 台湾希望在平等维持两岸现状的原则上 与中国进行对话 但中国只想强加一个中国原则与台湾 要台湾承认是中国的一部分 吴钊燮说 我们不笨也不疯 因为这会让台湾处于跟香港一样的位置 这是大多数台湾民众清楚反对的 要展开对话 北京不能有前提 但习近平之下 现阶段我们看到 这是不可能的 这是接受法国的解放报的专访 吴钊燮说的 你从他的话里面可以看 台湾 他现在从舆论 还有台湾政府对外宣传 他把中国威胁扩大 认为中国的崛起 威胁到世界的稳定 咱从逻辑上说 这个事呢 咱先不直接说他这个事 咱从逻辑上分析 底层逻辑分析一下 从逻辑上说 吴钊燮这么说 他是有道理的 为什么 你强大了 你改变了原来平衡 那么你就是整个地区 制造不平衡的人 因为你变了 你变化 你强大 从逻辑上说 这个时候是可以说得通的 吴钊燮这个话可以说得通的 但是呢 吴钊燮啊 他把 我说什么 他是把点看成面了 他只看到了东北亚地区 我想跟台湾说一点 你从逻辑上说 把点看成面 就是你啊 没有站在更高的高度来看 你只看到一点 你拿放大镜看那一点 你觉得这一点好大 你就像你看中国威胁 中国好厉害 中国好威胁 是吧 好危险呢 威胁我们台湾 你只看到了大陆和台湾之间关系 看到大陆是威胁 大陆威胁周边 大陆威胁这个威胁内 但是我说了 你把放大镜拿掉 用更远的距离来看 你会发现中国才是弱者 中国在整个这个世界 在整个东北亚地区 他还是属于一个弱者 首先一点啊 中国这个政权啊 在世界上 他并不是主流 这个台湾也承认 全世界一百多国家 中国这个政权呢 对吧 它是个小数 各位数 手指头能数过来 也就是那么四五个 是吧 集权的政权 就中国这样 对吧 少数 它是少数 政权是少数 中国的国家实力呢 在全世界啊 包括西方 包括这个美国这些盟友啊 咱就不说这昂格鲁萨克逊了 就所有这些国家 西方 整个联合起来看 中国的实力 对吧 虽然单个国家比中国最强 但是西方如果联合起来 中国的实力 也不如西方 你成不成人 对吧 你看 你放远了 看中国实际是弱者 那么中国在近处啊 在中国近处 与周边国家 为什么会产生 让周边国家觉得 中国是威胁的 我告诉台湾人啊 台湾 就中国啊 我告诉你啊 就中国个儿太大 你为什么台湾人 要想切割中国呢 把中国切成几块 切割几块 你台湾都不放心 你还要再切割 这就是什么呢 这就是地缘政治 地缘政治 中国啊 周边国家 看中国都向我们有威胁 不是因为中国 而是因为他们其他国家 他们国家 相对于中国 他弱小 小是大 永远觉得你是危险 他永远希望你切割 把你切割了 这就是中国周边国家 为什么把中国当成威胁 而中国呢 依然在逐渐的发展 崛起 但相当于全的 全世界西方国家来说 中国这个发展 还不足以挑战西方 所以你看 你换一个全面的角度 再看中国和中国周边国家 你会发现不同的视角 会有不同的结果的 你不能一点盖面 面上的中国是弱者 中国这个政权实际在世界上 也处于被打压的状态 连话语圈都没有 但是在局部 中国出现了 是墙 就让你觉得 中国咄咄逼人了 那里边也有原因 首先一点刚才讲的 周边国家本身是中国为威胁 中国呢 太大 团结 又形成那么大领土 我这些小国家 当然 希望中国分裂才好 把中国当成敌人 当成威胁 这可以理解 还有一点 中国为什么现在现代阶段 让周边国家感觉到 中国正在准备着动物呢 就是因为中国不断的和西方 进行什么 地缘政治博弈 进行国力的竞争 特别和美国 昂住撒克逊 整个五眼联盟 进行博弈 那么中国一定是什么 全身调动起来 一定是整装 特别是 整个中国对南海 对台海 自己核心利益 一定是 看得最严的时候 那这个时候 让周边国家觉得 中国好像是 和以前那种和蔼态度不一样 这个不愿中国 因为中国发现 西方在什么 在中国周边放火 中国一定会要什么 会要穿上一个金钟罩铁布衫 防止自己被火烧着 别的国家觉得中国有防备了 中国变得越来越强大了 中国变得不好接触了 这是中国 这是中国为了防止和西方之间 被他放这把火烧着 明白吗 要防着西方 和西方在对抗 中国会越来越加强军事 加强相关的战备 周边国家也会觉得 中国是危险 你看 这个 所有分析下来以后 一点 你不能待面 整体上 中国和西方还是有差距 所以西方也明白 西方当然明白了 我们联合起来 特别美国为什么要联合西方 搞意识形态联盟 搞民主国家联盟 就我们联合起来 不怕中国 但是一点上来看 周边国家就怕中国 他当个来说对付了中国 所以我说现在这个局势非常复杂在这 中国我觉得他什么也没变 中国没有变 中国只是希望自己变得越来越和平 越来越发展 老百姓生活过得更好 只是这个愿望 但是中国的实力增强 让周边国家觉得不安了 因为中国实力增强了 那么一定会挤压周边人的空间 这是一定的 这个就需要中国和周边国家来协作 来合作 来解释 甚至把周边国家带入到中国发展的快车里面 咱们一起发展 这就是未来 我觉得中国和周边国家需要解释的 那针对台湾 我觉得台湾人 我觉得就算大陆给你释放善意 释放个几十年善意 其实台湾人想独立还是独立的 他也不会说想跟你统一 所以这一点上我觉得没有必要 跟台湾人废口舌 你想独立也好 你想统一也好 你想独立那些人 你怎么对你好 你还是想独立的 但是我想跟那些想独立的台湾人 像吴钊燮这些人说 你现在把台湾当成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 可以 但是我觉得像这种希望独立的人 你得想清楚了 大陆能不能让你独立 现在一些世界上其他国家 之所以不跟台湾建交 根本原因就不承认你台湾独立 这个问题不是中国的 不是中国的 就好像说 就吴钊燮刚才讲的 说这些国家是吧 都是被中国胁迫 被中国压迫 中国有那么大能力压迫这些国家吗 压迫美国 压迫日本 让他承认 说不承认你台湾 本来可以承认的 现在不承认 还是这些国家根据自身考虑 他不承认你台湾 中国威胁到日本 威胁到美国了 中国有那个能力威胁到这些国家了 中国有能力吗 有能力威胁到这些国家吗 还只是借口 我希望这些人 好好想一想 这吴钊燮这些人啊 他这种政客 他讲这东西能不能信 就好像跟你台湾不建交 好像都怪大陆似的 建不建交在于你日本啊 在于你美国呀 你娶不娶这个姑娘在于你啊 你不能说我不娶这个姑娘 因为啥呀 你这姑娘是不是 老公不干 你想娶的有老公你也娶她 对不对 你不能因为她有老公 你就不娶她 最后这话说清楚了吧 很多事不是中国的问题 是周边国家希望利用台湾问题 来影响到中国 把台湾问题当成什么 当成一个工具 撬动中国的工具 或者要挟中国的工具 而台湾就甘做人家要挟中国的工具 那中国知道你变成个人家工具了 我当然了 我对台湾 要有警觉 另外呢 我想收回台湾就要收回 我以后发展家大业大 我发展那么大 天天手里还让人攥着把柄吗 你台湾人明白 中国不可能给别的国家把柄 来要挟中国 你台湾未来的命运就知道了 无关什么自由民主 无关自由民主 跟这个没关系的 你台湾得清楚 这是地缘政治 意识形态呢 台湾人很多时候强调意识形态 我觉得意识形态这个东西好解决 如果你想回归的话 可以给你什么 给你台湾自治 你这样台湾想回归可以自治 是吧 也可以给你自己的权利 但是你的主权军队这些东西 还是归大陆 这是必须的 可以谈 但是台湾现在就要求独立 所以我说这个事情 最后大陆的选择也就是强硬的图统台湾 完全收复台湾 就完事 不会给你其他的想法 其实对台湾不利 台湾这些台独 反而给了大陆真正统一台湾的借口 所以我说台湾问题 最后你看到最后 各种各方包括共产党 也在利用台独 也在利用国民党 也在利用美国 也在利用日本 各方都在利用 给自己提供各种借口 所以现在台湾呢 这个事复杂 各方都有利益 最后就是摊牌的时候 整个台湾这个底牌亮相的时候 我觉得现在来看 吴钊燮也好 包括美国也好 台湾方面 美国方面 也意识到了 解放军 也就是中国 统一台湾 其实只是时间问题 所以他在国际上 不断的在鼓吹 中国大陆对台湾威胁 这些我觉得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毫无意义的 其实你看懂台湾问题 很多台湾人 你应该明白 台湾的政客 正在绑架着台湾人 来配合着西方 要挟中国大陆 而中国大陆正是因为自己 被西方拿台湾问题要挟 所以才对台湾问题越来越严厉 越来越警觉 所以收复台湾 武统台湾 才提上日一时日程 所以这个事逻辑上说 你不能全都怪中国大陆 你西方拿台湾问题来要挟中国大陆 是不是也有责任 所以我说啊 你看台湾问题 有时候看我频道 我给你分析到位 你看双方来看的话 中国大陆也并不 中国大陆想统一台湾 或者是武统的话 之前为什么没有啊 为什么前面可以跟你一直和平共处啊 台湾人想明白没有 为什么最近啊 要动手了 就是因为西方对中国的态度变了 中国呢 也需要警觉起来 也需要准备起来 所以才让台湾人觉得 中国大陆好像对台湾动手 其实是一个联动的啊 就是中国和台湾 中国大陆和美国 还有台湾三方是联动的 中美这个情况一变 台湾问题整个都会变 我觉得我今天说的非常清楚了 台湾这个问题啊 希望台湾人吧 准备好 另外呢 吴钊燮这些人啊 他站在自己的意识形态这个立场啊 就要是民主自由 我可以理解 民主自由 但是地缘政治不是意识形态能解决的 另外从这的话也可以看 吴钊燮已经明白美国的意思了 打意识形态大旗啊 来什么 来干台湾独立的一个实质性的事 实际上我就是拿着意识形态 拿着这个民主自由 阻挡中国统一台湾 我觉得这个没有效果了 因为邓小平讲了嘛 一国两制 一国两制啥意思 就是解决这个问题 你不用打意识形态这个棋了 咱们就是一家 可以不同的意识形态 不同社会制度 就把这个化解了 所以邓小平当年就提出了一国两制 你看台湾人为什么现在极力否认 一国两制把一国两制和香港划等号就这个原因 他就是不想解决说白了台湾就想独立 否定一国两制就是就是想独立嘛 他根本把你最终解决的方法 我不想用这个方法 那最后呢一排两散 要不然打 所以我说过 你针对台湾人 就是打赢他 打扶他 直接统一他 他也没话说了 有后遗症 有后遗症也是 我觉得是可以接受的后遗症 但是你看把美国 把整个日本 还有这些台独势力 全部赶出第一道链 对中国其实更好 更有好处 整个中国反而相对来说更稳定 台湾问题复杂啊 复杂 我这今天啊 只是没有稿 我只是顺口这么一说啊 如果要是写 像你写说一条一条那种 非常多了 台湾问题 涉及面非常广 希望你能理解啊 我今天只是简单一说 另外像吴钊燮这些人的谈话 我觉得听听就好啊 无非就是打着意识形态大棋 是不是 来让盟友自己支持自己 结果没有一个跟他建交的 这个毫无意义啊 人家根本不跟你建交 你台湾这个台独啊 实际做的样子 苟言残喘而已 等着解放军真正登岛的时候 这些人呢 我觉得也就下落不明了 就是要是 你得看透啊 有时候台湾问题得看透啊 我觉得台湾人很多人很聪明的 台湾问题看透了 还是大国博弈的结果 台湾也只是啊 这个大国博弈里边的一页 利用的一个棋子而已 所以我说台湾人啊 特别是民进党这些人啊 他其实啊都在什么 都在这个棋局里面 正在挣扎 看来看去 我觉得武统快刀斩乱麻 才是解决台湾问题的 一个根本出路